1858年,英国彻底征服印度,印度三面环海,从地缘政治上看,喜马拉雅山脉居高临下,俯视整个印度,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,这让英国殖民者寝食南安,决心从中国西藏抢下几块领土,作为印度北部的缓冲区。 1865年,一个叫约翰逊的英国官员认为沙俄占领中亚后必然会南下,为了对抗沙俄,约翰逊便在地图上私自沿昆仑山画了一条约翰逊线,将包括阿克赛钦在内的近三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画入英属印度。 1913年,趁着中国局势动荡,一个叫麦克马洪的英国外交官派人非法潜入西藏,绘制了一条对英国有利的分界线,将面积达九万多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画归英属印度。 这条线就是现在经常被提及的麦克马洪线。 对于约翰逊线和麦克马洪线,历届中国政府都不予承认,英国政府也知道地图开疆是无效的,上不了台面。 因此,在他们官方测绘的英属印度地图中,美敢公布并引用这两条界线。 1947年,印度从英国独立,在印度政府看来,自己继承了原来的英属印度领土。 英国人虽然被逼走,印度获得独立,但印度并没有统一。 为了所谓的统一,独立后不久,印度政府在国内鼓吹大印度主义,也就是恢复古印度最巅峰时期的文治武功, 将周边的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布丹、缅甸、阿富汗、斯里兰卡以及中国西藏全境云南、新疆局部划入印度的势力范围。 1951年,趁着朝鲜激战正撼,我军无暇西顾之际,印度派兵占领了西藏达旺地区。 此后两年,印度对藏南不断蚕食,侵占迈克马洪县以南,传统习惯县以北,近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。 与此同时,印军还在中印边境的中段和西段,分别侵占了近2000平方公里和449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。 面对印度步步蚕食我西藏领土,我国政府一直保持克制的态度,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境争端。 但是,我们的克制在印度人看来却是示弱的表现。 印度总理尼赫鲁甚至公然宣称,无论中国承认与否,这本就是印度的领土,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否认侵略事实。 同时,他还提出无理要求,要求将中印边境西段一直在我国有效管理下的阿克赛钦也划归印度。 尼赫鲁张口就想吞下1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,这样的要求谁也不能答应。 印度的一些官员也认为,所谓的约翰逊县麦克马红县,就是当年英国人乱话的,根本没有勘定这种条件中国绝不会答应,不如借此机会见好就收。 但正所谓骗子骗别人之前,得先把自己给骗了。 此时的尼赫鲁已经被大印度主义蒙蔽了心智,他自信地表示,中印边界是人所共知的,是无可争议的,没有勘定,那就派人去勘定好了。 印度已经认定的边界线,中国只需要按照印度的想法做就行了。 为此,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,印度先是蓄意制造狼九空喀山口凉起流血事件,随后又公然向我国边境哨所发动攻击, 在我国的领土上设立多达43个军事据点。 恰在此时,印度还以武力驱逐的方式,成功地从葡萄牙手里收复了果阿地区。 苏联方面看到这幅场景,非常高兴,立即向印度提供了13个陆军师,两个空军师的全套苏制武器。 美国担心印度有可能被苏联拉过去,邀请尼赫鲁防美,并对印度援助了18个步兵旅的全部美式装备。 自独立以来,印度打遍南亚次大陆无敌手,尼泊尔、西金、布丹等国几乎成为印度的附属国。 唯一能撑得上对手的巴基斯坦,也对印度构不成实质威胁,一路的顺风顺水,让印度高估了自己的实力。 而苏联和美国火上浇油,明里暗里怂恿印度出兵,也再次助长了印度的野心。 气氛烘托到这里,尼赫鲁从美国回来后,心里一盘算,竟有七八成的胜算,便再也按捺不住野心,制定了所谓的里沃纳计划, 叫嚣要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印度的领土。 1962年下半年,在印度政府的忽悠下,印度人自诩为正义而战。 此外,印度政府还忽悠民众,说西藏道路条件恶劣,中国军队连后勤都保障不了,只要印度军队发动进攻,必然是首战即决战,一战定乾坤。 但印度并不知道我军其实已经做好了应战准备,虽然西藏交通恶劣,当时仅有一条公路与内地往来,但靠着人背马驼,我西藏驻军已经积蓄了大量物资。 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中将向中央汇报时曾说,西藏地区的粮食储备高达两亿多金,后勤保障方面完全没有问题,足够支撑我们打完这场战斗。 同时,我军对印军的情况也有详细了解。 经侦查,我军发现印军在藏南的防御看似稳固,实则是松松垮垮。 印军在第一线部署了相当多的兵力,但他们驻守的据点互不联系是孤立状态,而印军在第一道防线的后方没有部署多少兵力,几乎就是没人。 这样奇葩的防御部署对于擅长穿插迂回的我军而言,形同于四处漏风的破房子。 此外,尼赫鲁当时对东线印军的战备也盲目乐观。 由于高山雪原的恶劣气候,印军同样存在后勤补给困难的问题。 不仅重装备难以运上前线,很多驻守在前线各哨所的印军士兵既缺乏预寒的棉衣和粮食,单兵装备也十分落后。 60年代初,我军单兵武器主要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,五六式轻机枪,五六式自动步枪,以及五三式重机枪。 印军就差点意思了,都是万国造的老古董,唐大梁的是一战老枪李恩菲尔德步枪,搭配同样是一战老枪的马克沁重机枪和稍微年轻一点的布伦轻机枪。 不仅如此,东线印军的隶属关系也不明确。 印军第四军军长,东线指挥官考尔中将实际只是个空架子,下面的人根本就不服,他一兵一卒也调不动。 对于印军存在的问题,考尔曾经向尼赫鲁汇报过,并反对实施李沃娜计划。 但这哥们是个马屁精,此前一直做办公室,没有任何实战经历,仅仅因为是尼赫鲁的亲戚才官运亨通。 所以,当尼赫鲁表示,中国的主要武装力量在东南和北面,绝不敢在遥远的边陲与印度开战后,考尔也不再坚持正确的意见,对接下来的战争缺乏准备。 既然印军战力雷弱,防线也是漏洞百出,那么我军为什么一直隐忍到1962年10月才反击呢? 那是因为当时国际上存在美苏介入的可能,我们必须等待时机,速战速决。 1962年,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。 当年7月,赫鲁晓夫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举行会谈,达成秘密协议,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。 这些导弹,每一枚都携带一个威力比广岛原子弹大20或30倍的核弹头,一旦部署成功,将会对美国造成严重威胁。 10月,美国总统肯尼迪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,宣布武装封锁古巴,要求苏联撤走部署在古巴的所有进攻性武器。 一时间,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剑拔弩张,整个世界都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,突然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,也让美苏都无暇东顾。 这就给了我军反击印度入侵的最佳时机。 巧的是,古巴导弹危机也让迷之自信的尼赫鲁自认为时机已到。 1962年10月2日,尼赫鲁公然声称,印度政府将会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。 两天后,他又下令,要求印军把中国军队从印度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。 又过了十天,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宣称,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,最后一支枪。 接着,梅农非赴中印边界东段,亲自进行军事部署。 他要求东线印军占领塔格拉山脊,西线印军占领阿克塞钦地区。 随后,印军向藏南大量增加兵力,并对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炮击。 尼赫鲁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,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。 但从印军的部署可以看出,尼赫鲁对战胜中国很有信心。 他认为,这将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。 印度将凭借此次战争的胜利,夯实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地位。 10月17日,印军在东线和西线同时发起进攻。 第二天,印度一名国防部官员高调宣称,印度取得了拿破仑式的独一无二的胜利,见过半场开香槟的。 但像印度这样,比赛还没开始,就庆祝胜利了。 这还是大姑娘做教头一回。 同一天,中央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,并作出指示,此次对印度反动派作战,事关国威、军委,务求出战必胜,只能打好,不能打坏。 10月20日凌晨7点半,随着两枚信号弹升空,我军铺天盖地的炮弹,倾泻在东线印军的阵地上。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。 1962年10月,面对印度三番五次的挑衅,中央紧急召开会议,讨论对印策略。 这时,教员已经下定决心开展对印自卫反击战,但他同时也有两个顾虑。 一是,中印边境都是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高原地带,我们的战事能不能适应,后勤保障是否充足。 二是,他听说有一些印度军队是参加过二战的王牌,对即将展开的反击心里没底儿。 对于这两个顾虑,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再清楚不过。 他在汇报工作时表示,后勤保障方面完全没有问题,虽然我们面对的是印度的王牌,但他们也比不上蒋军精锐。 事实证明,张将军也多虑了。 拿印军对比蒋军精锐,那就是对后者的侮辱。 1962年5月和6月,为了反蚕食斗争的需要,中央下令组建康西瓦指挥部和西藏军区前线指挥所。 康西瓦指挥部,简称康前纸,负责统一指挥中印边境西线方向的反击作战。 西藏军区前线指挥所,简称西藏军区前纸,下辖藏自419部队陆军第11师,负责统一指挥东线克杰朗达旺方向作战。 10月14日,西藏军区前纸禁底挫纳线,三天后,藏自419部队完成集结。 该部下辖的三个团,原为52师154、155团、53师157团,都是参加过抗战的英雄部队。 具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和丰富的高原战斗经验。 与此同时,南疆军区一部在西线阿克赛钦也完成集结。 随着我新疆西藏边防部队快速向战场移动,对应自卫反击战一触即发。 此次反击共分为两个阶段。 第一阶段,从10月20日到29日,对于我军即将展开的反攻,尼赫鲁不以为意。 在尼赫鲁看来,他绑上了美苏的大腿,只要摆出强硬姿态,中国就一定会妥协。 军事上便没有做出相应的准备。 中印边境全长约1700公里,分为东中西三段。 战斗首先在东段的克杰朗地区打响,这片地区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密林地。 除了几条山谷之间自然形成的道路外,其余地方不是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, 就是坡度在60度以上的悬崖绝壁。 由于在这样的地形下,修建一条完整的防线非常困难。 因而印军虽然派出王牌第七旅,恶守山间谷地,看似构筑了多重防线。 但他们的防线并不严密,据点与据点之间的间隙较大,缺乏战术协同和火力联系。 并且印军的兵力分配也不合理,在第一线堆积了大量兵力,后方则兵力空虚。 或许在印军看来,穿越悬崖峭壁和密不透风的森林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 我军只能沿着传统交通线,神推攻击。 如果是这样,他们就能平坚聚守,取得胜利。 然而,我军恰恰就是一支,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创造奇迹的逆天步兵。 10月20日早上7点半,针对敌人前重后轻,宽正面浅纵深,撞似短腿钉子的弱点。 我迫击炮兵群,首先对印军实施15分钟的火力集袭,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和部分攻势。 炮击过后,154团,155团,157团采取两翼开刀,侧后迂回,分割包围,逐个击破的战法,向印军防线的左右两翼发起攻击。 我军的穿插攻击仿佛一板砖拍在后脑勺上,让印军是猝不及防。 战斗中,155团一营发扬英勇顽强,不怕牺牲,孤胆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,仅用半天时间便全肩卡龙扯东容不丢的印军。 必伤印军360余人,俘虏第二拉加普特营营长瑞克忠孝和第四师通信团长泰瓦利忠孝,我军一营的损失也不小。 由于印军长期经营,据点隐蔽而且坚固,一营的攻坚战打得十分艰苦,全营59人牺牲,79人负伤。 在卡龙西面的枪等方向,155团二营攻克地宝112座,击毙入侵的228名印军,俘虏42人,我二营伤亡55人。 154团三营在德盟边防队部分兵力的配合下,从印军防线的右翼包抄攻击沙泽,战至11时40分,全歼沙泽守军162人。 在三营攻击沙泽的同时,154团一营逼近克宁奶桥,但因指挥员顾虑较多,动作迟缓,导致未能及时占领克宁奶桥,让驻守该地的印军逃走。 就在印军左右两翼失守的同时,157团与山南军分区一部向张多迂回,计划彻底切断印军第七旅的退路。 张多北距克杰朗河约6公里,是个小盆地,住有印军第七旅旅部及通信、后勤、工兵等勤务分队各一部,第九库尔喀连队第一营两个连,炮兵第四旅第三第四连,共约600余人。 没人知道印军为什么要把指挥部设在一个大坑里,但既然印军找打,那我军也就不客气了。 10月20日,157团一营经过12个小时的翻山越岭抵达张多附近,一营长观察后命令炮兵寻找位置架炮,三连从右翼迂回,八连从左翼迂回,防止敌人逃往不待,二连则从正面突袭。 不多时,二连被印军发现,遭到火力阻击。当敌人开火的一瞬间,我军炮兵进行压制,二连趁机冲入阵地,将印军分割成数块。 印军士气低下,面对我军的肉搏战,不约而同地做了同一个选择,逃往不单。 结果被守株带兔的八连逮了个正着,印军逃不掉,又没有战斗的勇气,最终放下武器投降。 至20日下午19时战斗结束,我军共歼灭张多守敌492人,缴获各种火炮14枚,火箭筒4具,轻重机枪19艇,长短枪180支,电台14部,以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。 不过大鱼没有抓到,印军旅长达尔维准将,率旅直属部队,逃进了深山老林。 21日上午,155团,157团和山南军区二团,第11师第32团第二营,分别对克杰朗和以南山林,色胸朗沟和张多周围进行清剿。 此时印军第七旅基本被歼灭,印军第四师战术司令部担心被包园,便在烧毁所有文件后向达望逃跑。 他们逃跑之仓促,态度之坚决,可以用争先恐后来形容。 在清剿残敌期间,负责运送物资的154团炮营二连,意外发现一支鬼鬼祟祟的印军小队。 二连没想到运送物资还能遇到送上门的军功,指战员们冲上去,将这伙残敌俘虏。 经讯问得知,这就是先前逃走的第七旅直属部队,他们追随达尔维在深山之中躲藏了60多个小时,饿得神志恍惚,实在忍受不住。 但没想到刚走出山林就被154团俘虏,被俘后达尔维感叹道,你们在24小时内消灭了一个旅,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。 达尔维显然不知道,我军曾在朝鲜战场上,仅用两个小时就歼灭了一个土耳其旅。 歼灭印军第七旅后,藏自419部队三个团,十一师两个团,山南军分区四个连,共五个团又一个营的兵力乘胜追击,直取达旺。 印军在达旺经营十余年,各种军事设施比较完备,并建有小型军用机场和直升机停机坪,本可一战。 但印军位于背间,直接逃到了达旺河以南。 克杰朗和达旺之战,我军歼灭印军1879人,缴获大批武器收复了大片领土。 张国华将军在战后封去的总结道,西藏边防部队实力偏弱,若把东北或者广州的部队开过来,那就真的是高射炮打丸子。 东线反击的同时,我军在西线也对侵入迦勒万河谷、红山头等地的印军据点发起攻坚作战。 西线战场,南北长约600公里,当面之敌为印军第十九师114旅,兵力约5600人。 印军这支部队参加过二战,在缅甸与日军作战三年,战后又常年驻守克什米尔,受过山地作战训练,士兵射击技术较好,对高原严寒地区适应性强,具有一定的战斗力。 相比东线,西线的自然环境堪称人类禁区,战场大多处在海拔5000米以上,冬季气温可达零下40多度,且空气稀薄,严重缺氧。 在这种环境下,别说是冲锋,追击,包围,迂回,即便是躺着不动,也很容易出现头晕,呼吸急促,心跳过速,关节胀痛,吃睡不好,恶心呕吐,四肢无力等高反症状。 更糟糕的是,武器装备同样也有高原反应综合征,比如喷火器在高原上会因为空气稀薄经常喷不出火来,枪支会因为气压较低,出现卡壳,卡弹等问题。 不过西线印军的部署与东线如出一辙,兵力高度分散,每个据点多则两个牌,少则一个班,据点之间空隙大,支援十分不变,有利于我军各个击破。 10月20日早上8点25分,阿克赛侵战斗打响,我军集中21门火炮,首先对入侵红山头的印军据点实施炮击。 8点55分,步兵冲锋,经过50分钟击战,全检守敌。 20日晚,我军克服高山缺氧,天气严寒等困难,趁机对宏伟滩防区加勒万河谷一带的印军捷特联队发起反击。 由于印军不擅长夜战,这回我军赢得更轻松,只用了40分钟就解决战斗,拔除了加勒万河谷地区所有的印军据点。 10月21日,班公湖南北两岸的我边防部队继续出击,四战四截,拔除班公湖地区印军31个据点。 在班公湖大捷后,我新疆边防部队在雪域高原的极端环境下,急行数百里,于10月27日为兼巴里加斯的印军。 战至29日,西线第一阶段战斗结束,我军共拔除印军据点37个,歼灭印军296人,缴获各种火炮26门,枪292支。 此次反击原本只想教育一下印度。 所以,首战大捷后,中国政府发表声明,提出重开谈判,和平解决边界问题,并命令前线反击作战部队停止追击。 不出所料,印度政府再次拒绝谈判。 尼赫鲁战前有多嚣张,这会儿就有多难堪。 盛怒之下,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,并组织战时内阁,进行战争动员。 但印度就那么点家当,再怎么动员,也是小孩过家家。 于是,一向标榜不结盟的尼赫鲁,当时便公开向美苏寻求军事援助。 但此时的美苏正忙着较劲,都没空搭理印度。 10月22日晚,美国总统肯尼迪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,如果不撤走已经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,美军就将对古巴采取武力措施。 第二天,赫鲁晓夫发表声明回应,如果美军胆敢对古巴动粗,苏联将会对美国进行最激烈的回击。 此后的五天,美苏明争暗斗,核战争一触即发。 这种危机局面直到10月28日,赫鲁晓夫头子任妇,危机才暂告一段落。 由于吃了亏,需要拉拢中国对抗美国,古巴导弹危机期间,苏联临时改口,不再支持印度。 当然,随着危机结束,苏联马上又翻脸,转过去又支持印度。 至于美国,尼赫鲁那头哭穷,肯尼迪马上做出回应。 11月3日,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布雷斯面见尼赫鲁时,递上了一封肯尼迪的亲笔信。 信上说,美国政府承认麦克马红线,并计划向印度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。 第二天,第一批美国运输机降落在加尔哥达机场,送来了一些重武器和通讯装备。 几小时后,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的立场。 随即,英国、加拿大也向印度赠送步枪、弹药、大炮、火箭炮、无线电器材、运输机等物资。 在西方的支持下,尼赫鲁觉得自己又行了,不断向边境增派军队运送作战物资,准备再打一场。 11月14日,是尼赫鲁76岁生日。 尼赫鲁对印军东线最高指挥官考尔中将有提携之恩。 同时,他们还是远房亲戚。 尼赫鲁家族的姓就是考尔,他的夫人也出身考尔家族。 为了讨好尼赫鲁,考尔亲自指挥印军第十一旅,向中印边境东侧的瓦弄发起进攻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中央决定展开第二阶段反击, 要求东线力争兼敌三至四个旅,西线拔掉印军所有非法据点,给予印度更大的教训。